冠状病毒一般来说在温度比较高的夏天的话 它相对是不活跃的 这个是可能慢慢是会下去的 但这关键就是差一个月差两个月差很远了 因为这个引起的国家的影响 引起的社会的动荡 引起国民经济的增长 这都有很大的影响 呼吁各个国啊 我们响应的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呼吁 就是能够有一个国家层面的干预 这样的话 我假如说各国都能够动员起来 我是很高兴意大利现在搞起来了 韩国也搞起来了 韩国现在这两天开始下降了 它的下降的比较明显 那要是这样的话 我还是期待是有可能实现的 六月份 下降的比较少了 如果您随便去 请查理一下 我们下降的比较少了 我们下降的比较少了 caf二车 这伯父 还不够 电视连结 作介细